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公安民警正在会同蓝天救援队的队员展开一场紧急救援 他在小溶洞边上游玩的时候 不小心就滑落 跌落到下面去了 里面有20多米深 刚刚您看到的是一场紧张的救援行动 坠入山洞的人名叫刘永康 当天他带着三名女子来到当地游玩 不慎就掉进了十多米深的一个溶洞 万幸最终脱险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在他获救之后 便被警方刑事拘留 这是怎么回事 经过多支救援力量的共同努力 坠落山洞的游客被救了上来 经过120救护人员的检查 他虽然身受重伤 不过并没有生命危险 尽管伤情严重 但是刘永康却强撑着 盯着办案民警手里拿着的一支钱包 似乎非常在意 因为市面上有一些类似的仿制品 因此民警一开始 也没有过多的对钱包在意 不过与这名男子同行伙伴 无心的一句话 迅速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看守门的工作人员 他说是我们局里的民警 而且我们也问了 跟他一起同行的女子 他也说是公安民警 当时我们觉得纳闷 这个人又不认识 你也说还在我肯定 他也说是公安民警 看守门的责任 那三个月 我在看守门内 我们在看守门 阿那 那里 妈 我 我 综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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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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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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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事实上 犯罪嫌疑人所声称的处理纠纷 只是带着易某到当地派出所报了警 最终是在民警的处理下 易某才免于被骚扰 不过刘永生却借题发挥 以此来继续演绎假警察的戏码 其目的都是为了骗钱 台面上是他是老板 其实这些钱都是被害人的钱 他是跟被害人讲合伙经营这个店 然后由他去操作 为什么由他去做 他说他是公安局的民警 他那个认识公检法 公检法师的工作人员 这个关系好 他吃得开 因为相信了嫌疑人投资入股 合伙做生意等借口 易某与王某将20多万元拱手奉上 并且在作案的过程中 反对嫌疑人还会借机 与部分受害人发生性关系 在骗财的同时骗色 我喜欢他呀 你有老婆的了 我感觉很喜欢他呗 那你其他的女的呢 也很喜欢吗 其他的女的那时已经结束了呀 没有关系了 就是说没有 没有爱美关系了 调查表明 嫌疑人之所以这样做 一方面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 另一方面则是利用隐私 来进一步控制要挟受害人 要挟人家 意思就是 那个女的就因为担心 这个外面的特殊关系暴露了 造成自己承受不了的这个压力 就是胁迫她 造成她这种不敢 向她再要求还钱 犯罪嫌疑人对受害人这种施压手段 客观上延缓了骗局暴露 不过呢 令刘永生没有想到的是 一次意外的坠落 会让她落入法网 因为看不清脚下的路 她坠入了溶洞受伤 这是一个意外 而在人生的道路上呢 刘永生落入法网 则是迟早的事 无论她预谋多么用心 只要胆敢言